松瑶 这个年轻啊 因为她是 我有些个人私人隐私 因为这个女孩子 她有点残疾 有点残疾 这只有美国护制号码 这四大头 对了对了 我给她要留出余地 这个留点余地 这个留点余地 留点余地 那三号码她就没有公布 就是614 对了 这个女孩子 因为咱都有而有你的 现在住在香港 但是我告诉你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 她不是 美国的法律上登记 她是姚明珊和她丈夫的女儿 已经登记的 等一下啊 我顺便 下一张第七个 我顺便插一句 就是我跟郭文贵先生 这个反弹的末尾 我们会 邀郭先生回答一些问题 还是第七个 因此观众如果有问题 可以现在慢慢录一录续续的准备 大家要看一看这个问题 这个是松尤的资料 这个字有点小了 就是松尤是 王七三和姚明珊收养的女儿 松尤在姚明珊姐妹的反产下 注册为住户 住户就是持有人 下面呢 有她的专业生活 私人生活和联系方式 这都有 养户是王七三 这个我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个文件已经得到司法公正的知识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它是继承财产和财产所有权 房屋登记是它自己的 是它是拥有着 所以说很多 咱接下来的就很有意思了 第八个 是英文的 这个文件是被得到了司法部门认证过的文件 就是它有权威性 它有权威性 这都是被认证过的文件 上法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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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上法庭的 所以说很抱歉 本来我是让这个女孩子照片被拿出来 这又给拿出来 这是英文的 英文的 好 这样过吧 过吧 真抱歉了 现在来个大人物了 叫刘晨杰 这个大了 出生日期 72年1月9号 他说是大人物 我们现在先不知道他是什么大 待会听哥先生解释一下 现在他爹厉害 身份证号码 110105197201091119 护照号码 击打头的06848880 还有一个148751432 主要是有公司 海口汇市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汇时恩投资有限公司 这个人是个大人物 好像名字也比较陌生 请郭先生 你来个吗 您解释一下 好 谢谢 你先来 这个人物啊 我今天本来有他爹 有他妈 有他DNA的公告 本来有他爹 有他妈的 有他爹 有他妈的这个公告 有他爹 有他妈的公告 本来 这他照片第一次被公布出来 他现在是中国的叫绝密 此人为绝密 今天我就不说他爹他妈是谁了吧 他是绝密是什么意思 就他爹他妈是绝密 他的信息是绝密 这是他的真名吗 他真名啊 真名 照片 然后 他所有的信息 全部是绝密的 他拥有的资产 他也是上万亿的 还有孙姚 这都是上万亿的 他一会儿都可以看到 上万亿的 所以说 他的爹妈你要保密 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 叫子弹飞一会儿吧 过一段再说吧 过一段再说 他们的DNA 我们全部就有了 他的父母的真实身份 我们全都有了 然后呢 这持有都上万亿的资产 咱先往下说吧 今天你们第一次看到刘承杰的照片 和1972年的这个身份证号码 护照 更来了 大人物 准备好心脏大家 准备好心脏 准备好心脏 来了 这个郭先生今天像做广告似的 冠军 冠军了 这个神秘人物出场了 出生日期80年9月27 身份证号码110-1011-9800-927-3034 主要持有公司 北京月西美容技术有限公司 这个是冠军先生的 这个你应该解释一下 冠军先生 他亲爹 冠军先生也是上万亿人民币 他爹 他妈是谁 我们也都取完DNA了 但这个神大夫了 那你想能弄万亿的